陈吉多时的苗栗县通宵海水浴场继去年办理了地景艺术节之后 今年7月将有连续10周的通宵沙雕艺术节登场 县议员周一满质询时 期望县府联合公所与农会一起努力 吸引全国民众让通宵沙滩之美再次一炮而红 通宵海水浴场在去年地景艺术节之后 再次亮丽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在地的县议员周一满表示 通宵沙滩沙止好沙量购交通便捷 发展观光条件足够 今年规划办理通宵沙雕艺术节 还规划新光秀 借请县府团队充实内容吸引游客 他想要推一些我们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农特产品 那他也准备在5月底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就想说如果可以的话 把它做一个结合 那等于就是我们沙雕正式开幕前的一个暖身的活动 可新镇长也很优秀 我相信他也会全力以赴 大家跟通宵的各级民意代表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这一次这个通宵沙雕的艺术节 可以让苗栗的知名度更加响亮 将来说不定它就变成苗栗的一大特色 县长表示会联合通宵镇公所与农会地方力量 共同办好这一次的观光盛会 文官局长也说明通宵沙雕艺术节在7月16号到9月18号登场 长达10周邀请了知名艺术家推出16项创作 一定能够吸引全国游客前来 另外关心通院地区交通建设 作为铜锣科学园区的后花园 周玉满要求谈论多时的通院滨海连外交通网路也要加快脚步 因为之前我们村委员都一再的说他已经争取到了 我不知道这个情形是怎么样 所以我想我希望说我们这个部分 是不是赶快尽快去把这个规划会先争取到 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启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动力 地方所规划出来的方的路线大概有三条路线 大概有苗38 36甚至36自1的部分 那这三条路线基本上36自1在多年前曾经有规划过 但是遇到石府的部分会比较敏感 那也不是说不能 但是只是说我们把地方所期待的这三条路线 做一次的一个申请可行性的评估 那确定在技术层面上那中央比较赞成的路线 我们来着手做相关的一些环评 或是基础建设的一个研议 此外周玉满也提到福岛县内露营业者合法化的议题 县长强调安全第一 7月1号起全面查查 那我们希望他把水保做好 第二个把那个客人来多了 一定会有生活污水跟垃圾 这些方面都要有一定的处理方式 应该7月初开始 我大概就会开始发动这个检查 那如果你已经有来联络 那我们就可能会排在第二坡 如果你连登记都没有登记 我们会去实际勘查 你不来登记的原因是什么 目前县府受理申请登记的露营业者 有150多家 接近一半 文官局已经增加人力来审查 也希望业者配合法令 尽快提出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